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羽 今天要來玩SKYBLOCK 然後現在又是在我的普通島嶼上 後面怪物有點多 好 看標題也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們今天 對 就是要來教大家怎麼玩這個 近期來這個SKYBLOCK更新的這個礦物島嶼 還有我的本尊60等挖礦 也順便當一下紀錄片 雖然現在講有點太慢 就是已經更新一陣子了 但是我現在才拍 因為我們這邊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怎麼玩 所以好吧 那我就順便拍個介紹片跟紀錄片 就順便順便 好 我們先趕快進入主題 我們這邊就趕快快速帶過 我們就準備好各10個 這7種礦物 各10個附魔的 一個附魔就是用160個普通的盒上去 對 為什麼要準備這7個呢 因為我們要去這個新的礦物島需要這些材料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過去吧 好 我們先到這個電梯NPC 我們先看到會多一個傳送點 但是我們現在進不去 因為我們要完成一個前置的作業 那我們要怎麼完成呢 我們要去這個黑曜石保護區這邊 先過來 然後走出去 你們會看到一個NPC 對 就是跟他對話 跟他對話完之後 他會跟我們要求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7種礦物 等一下 趕快把他打掉 然後我們就直接按右鍵 他就直接給他 然後後面有各位在追我 我忘記帶武器來了 好 他就把我們TP過來了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主線的指引NPC 我們就跟他對話吧 好 那我這邊也幫大家翻譯一下 那可能 就是一個隨便幾秒就帶過 那就自己要暫停一下 好 這個五項說明其實如果還是看不懂的話 那我現在也帶大家快速玩一次齁 我們剛開始過來的時候 也要準備個一萬塊 對 也要跟這邊這位商人買一把最普通的稿子 最左邊這個 買一下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特別的礦物 他無法用我們一般的鑽石稿去挖掉 你們可以看到他 名字下方有一個灰色的字 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POWER的 這個我英文發音不好 所以我就不會念 好 我們來簡單講解一下 為什麼 要買這一把屍稿 為什麼他要買它 因為我們一般的鑽石稿上面有 就是我剛說這個POWER4 他是無法挖掉這個 這個閃牆眼這個方塊 呃 在這邊他們稱他叫太礦 對 他需要用POWER5 才能挖掉它 所以我們需要拿著這種 這種稿子 他才能去挖掉這個東西 對他 這個方塊非常的硬 所以 要等一段時間齁 好我們先來帶大家來到這個 國王這裡齁 就是我們接任務的地方 啊 我們需要靠這個任務來 就是升級我們的這個三星 就是我們的技能術 就要去跟這個國王接任務 啊你就跟他對話 他會跟你講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兩本這個書和羽毛 這表示說你現在已經 正在接取這個任務了 如果你忘記你的任務是什麼 那你可以看你的TAB 就是鍵盤的那個TAB 就是玩家列表這個介面 你們可以看到第三個 這邊有一個 CO開頭這個 這就是你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任務 好 我們來簡單講一下我們 這邊比較兩個常見的礦物 呃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秘銀 跟我們剛剛挖的這個 TITANING 就是我們的 簡稱它叫做太礦 啊 對 秘銀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挖這邊這個 呃 我們簡稱這個叫做一個 靜脈 我們先稱它叫一個靜脈 啊 靜脈的月中心 就是 對 它就是挖到的就會更多 但是 相當的它挖的速度就會越滿 好 呃 順便完成第一階段 好 啊如果你想挖快一點的話 那就是挖旁邊的這種 灰色黏土塊 或是 灰色的這個羊毛 這個比較方便於解任務用 可是 對啦 因為要解任務的話 我們前期還是 都先挖 黏土塊 灰色的部分 跟羊毛就好 啊至於太礦要怎麼挖到呢 它就是 你要一直挖 它就會有機率蹦出來 好 當你的任務完成之後 就是 要自己跑回去國王那邊 去跟它回報任務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了 這個50個 秘銀礦的這個 挖掘嘛 那我們就是完成了 就去點它一次 就可以接到下一個任務 那現在它下一個任務就是 叫我挖兩個 Titannin 就是剛剛那個白色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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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這個礦物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挖掉它 那我先把這四項前面會先接到的 新手任務先顯示在螢幕上面 那你們就自己看一下吧 至於我們前面四項新手任務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日常的主要任務了 目前的主要任務分別有這些 要有 後面好了 配把這兩樣一個 把這三角 穿了 阿 還有我們當天結的前四樣任務 這個經驗值會給的特別高 所以有些比較懶惰的朋友們 如果不想要一直去挖的話 你可以只要一天結完前面四項任務 就可以準備休息了 就是對 如果你比較懶惰的話可以這樣子 那如果你很勤勞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一直挖一直挖 像當然就是你升級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 下一個是哥布林突擊 這個可以算是一個活動 我們看到這個訊息就直接點它一下 它會把你傳送到這個NPC的面前 然後我們就是要等這20秒結束 它這邊有一個灰色的這個藍料 就會變綠色 就可以去點它 它會幫你傳送到這個指定地點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打哥布林 對 好 我們這樣子其實也可能算是過關 你又打到一隻就能算過關了 那我們就順便把這個 UP要挖350的任務也順便解一解啦 好 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就是來回報我們的 最後兩項任務 好 我們這樣子也能算這個完成 我們前面的第一階段了 好 那我們前期大概比較累的話 就是結完這五項任務之後 就開始會比較輕鬆一點 前期你可能會覺得這樣子很累 因為每次任務完成後 都要回來找這個NPC回報任務 這個路途可能太長了 沒關係 因為官方當然也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他們要給我們這個任務的里程碑 這個任務的里程碑 分別有以下這些數字 至於這些里程碑的獎勵 我也就簡單的講一下 當我們完成五次的任務後 會開放以下兩個地點的 任務回報和NPC 以及十萬點的Mining經驗 完成25次後會開放以下兩點的NPC 還有 20萬的Mining經驗 至於完成100次任務後開始 可以多一個委託任務的 接取欄位 以及以下兩個地點的任務NPC 還有40萬的Mining經驗 完成250次任務後 他會送你一張傳到這個地方的 一張永久傳送卷 以及80萬的Mining經驗 最後完成500次任務後 他會送你一隻皇家鴿子 以及160萬的Mining經驗 這隻鴿子真的很好用 因為他幾乎等於 這個隨身攜帶的任務回報器 這些里程碑其實也要回報的喔 如果你沒有回報的話 他這些地點上的NPC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 對 要記得回報他 然後在你每次要回報的時候 你可以先 找一隻你想要練的寵物出來 因為他 領取下來的這些獎勵 他的經驗值也會 算進你的寵物裡面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點關於 礦物裝備的資訊 呃 目前這座島上可以拿到 三套的這個挖礦裝 對 目前有三套 那第一套的話 是比較多 這個 新手們在用的 這個應該是 哥布林鎧甲 對 呃 他每個部位都有加10 所以總共四件就是40 然後 他的套裝效果就是 刪除你的魔量 他會只保留 你剩下最後的100的魔 然後 多的魔量的話 他會以每15的魔量 換取一點的 挖礦加速 啊 至於取得方式的話 就是 很簡單 他就是 打這個哥布林 他的掉落機率其實很高 能打個十幾二十隻 就會有一小劍掉出來了 好 因為他這一套 裝備 他是吃魔量來換取這個 挖掘加速 所以我們 就是要幫他這個 Reforge 可能是洗這種 加魔量的 像是Wise啊 或是 異下層的這個 Reforge Stone 這個 史丁法師 凶針 來加他的 這個魔量 啊 當然 是用 這個Reforge Stone的話 這個比較好一點 啊 可是這個也是要有點錢的啦 啊 沒什麼錢的話 那還是洗成Wise吧 好 我們來講一下 關於第二套挖礦裝的資訊 呃 我們翻譯他叫做 冰川盔甲 對 呃 他跟哥布林套裝一樣 都每一件都有再加十點的挖礦速度 所以四件就是加四十嘛 啊 至於他的套裝效果呢 是 看你的挖礦等級 你的 每一等挖礦等級 他會加二的挖掘速度 所以 呃 目前開放到六十等嘛 那最多就是加到一百二 對 一百二十的挖掘速度 呃 另外他的這個防御地 在任何的礦物島上都會加一倍 所以 這對於前期新手來說 還蠻有用的 這一套裝備 至於這套裝備的獲得方式 也很簡單 就是打這些 這個冰霜行者 他會 有一定的機率掉落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最後一套挖礦裝備 呃 翻譯起來 他叫做悲哀盔甲 對 我們平常會叫他 眼淚裝 因為他合成的這個 材料是這個眼淚 呃 他的效果 其實就是 只是讓玩家隱身起來 所以沒什麼用處 你只要穿一件就可以 有著 永久的隱身藥水效果 對 呃 他為什麼會屬於 目前最強的王后裝呢 因為他單一的這個 部位 加著這個屬性 就非常的多 呃 總共加起來 有兩百的挖掘速度 跟二十點的 MAGIFY 就是這個 吊寶機率 可是他有個缺點 就是他不會 他沒有 防禦力跟這個 血量 呃 你需要用這個附膜 去給他加上去 齁 如果你有吃餅乾的話 你可以 將這個 隱身藥水的 效果 關起來齁 呃 我個人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哈哈 好 關於這套眼淚裝的 獲取方式 就非常非常的難喔 因為他的材料是要慢慢收集的 對 他的材料就只有這一個 就是這個眼淚 那整套加起來需要72個 呃 這個眼淚的獲取方式 就是要去打這個 礦場的最底層中的 這些隱形苦力怕 他會以非常低的機率掉下來 然後 這些苦力怕 他們都有 一百萬的血量 跟 傷害也非常高 對 所以 他們會以每秒原地爆炸的傷害 來 炸這些 附近的玩家 他們都是群職的怪物 所以 他們的傷害量 是會疊加的 對 如果我的血量 可能是 兩牌嘛 那一隻可能炸我四顆星 那我旁邊可能有五隻的話 可能來炸一下 我就 我就沒了 對 我就直接死掉 然後 對我都玩到這麼後期了 我還是覺得 這個有點很難打 啊當然啦 因為他很難打 難打就算了 掉落機率就這麼低 所以說 要買到一整套的話 也是 要一筆錢的齁 欸 當點了 為什麼他在那邊 好 接下來是活動的部分齁 呃 我這邊就不先用說的 我把 目前有的活動 還有 隨機視線 顯示在這個螢幕上方 那你們就自己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這個 隨機事件的部分齁 因為這個比較少 所以 趕快帶過齁 呃 隨機生成的地獄幽靈 他會生在這個 紫色的水晶的這個附近 對 然後 這時候你就可以使用 你的比較好的耳機 去聽變位他的位置 然後穿著你的蜘蛛靴 然後在上面一直射他 哈哈 他無法左劍齁 只能用弓箭射他 只能用弓箭射他 接下來是這個 墮落之心的 墜落事件齁 呃 我們直接趁他流行 他會直接 降落在這個 隨機這張地圖上面的 隨機一個地點 那他會有 這個訊息提示 那通常 打這個只有 在結任務的時候 才要打他 他不會掉什麼 特別的物品 所以 有任務 再去打他就好 如果沒有任務的話 那就留著 不要理他 好我們來開始介紹 主要的活動 第一個就是這個 兩倍的命運粉 很簡單 就是 你在這個期間之內 女蛙的命運粉 的獲得量 都會是兩倍 也包括打 那個 地獄幽靈也是一樣 好 接下來是這個 抽獎 我們平常都稱他 叫撿票齁 就是把地面上的票 撿起來這樣 好 他的遊玩方式很簡單 他每場 抽獎賽 最後會選三個人 這個三個人 就是 有中獎的人 然後 有中獎的人 獎勵可以拿到三倍 對 好那我現在簡單講一下 他的遊玩方式 我們要在他指定的 這個區域 附近外面 找 這個地板上有一些 命名牌 這些是抽獎券 那我們就是要 一直撿一直撿 一直撿 然後我們要在這個時間內 把這些抽獎券 抽到這個抽獎箱裡面 阿我們要怎麼看我們 剩餘的時間呢 上面有一個 凋零怪的協調 上面有寫著 目前的時間 還有剩餘多少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時間內 把抽獎券投進去的話 那你這場等於算是 報廢了 所以 一定要投票在裡面 如果沒有 自己 如果不是很有把握的話 那盡量不要跑到太遠 好 當然 如果你投入的這個 抽獎券 數量越多的話 那你的這個 中獎的機率也就越來越高 當然這些也都是運氣啦 你可能 投最多的票 但是你也不會被選到 你可能投一張 也可能會被選中你 這些都是運氣齁 那 一場最多應該是 25個人比賽 那如果 這個分流的人數過少 他 不會開啟這個 抽獎的這個 這個 這個檢票的這個活動 所以經常是 帶在有比較多人的分流 好 剩下我們的最後一個活動 就是這個 哥布林突擊 啊 他的遊玩方式就很簡單 就是要 去打哥布林嘛 啊 每一場 哥布林 會有指定的這個區域 會一直生成這些 哥布林齁 然後 所有的玩家們 必須要殺死 總共 一千隻的哥布林 才會算過關 如果當前的分流 人數可能 太少 他指定的 哥布林數量 也會一起減少 所以這個可以放心 啊 每一場哥布林突擊 至少要殺死25隻的哥布林 才會拿到 這個完整的獎勵齁 有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 這個 哥布林群裡面 有隻 這個鐵巨人 這個鐵巨人 一定要先打掉 不然 旁邊的哥布林其實 打他不會痛 因為 這個鐵巨人會保護 附近的哥布林 不會受到 這個傷害齁 啊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bug 因為 現在你拿掉關 去丟一下鐵巨人 他就可以直接被打死 所以目前我是這樣子配對啦 我是帶著一把爆炸弓 跟一根釣桿 就這樣子 打 打完一整場 好 你們可能也注意到 上面有這個 凋零的協調 上面有在計算這個 剩餘的時間 嗯 沒錯 然後這個 複集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如果你 沒有在這個 期間內打完 就是 他指定的這個 擊殺總量 那就會算 失敗 那失敗的話 就會只會拿到一半的獎勵 好 我們這邊開始來簡單的 介紹一些這個 三星 就是我們的 技能術齁 技能術在我們這個 矮輪村 可以直接打開這個地獄之星 然後它會顯示在這個 左上方 你在其他分流的話 它打開是不會出現這個 但是你可以直接搜尋這個 HOTM的這個指定 它也可以打開這個界面 好 那我簡單的講一下這個界面要怎麼看 而我們 左邊 左邊的這一片玻璃 是我們目前的階段 對 綠色是你已經達成了 黃色是你正在進行 紅色是你 尚未進行 然後也還沒有完成 對 目前我是已經T5了啦 好 因為一開始就是T1嘛 那我們T1就只能點這個 Mining Speed 然後它一定要照順序點喔 它不能就是 割空這樣子點過去 所以 對啦 以我的話 我是這樣子 配對齁 好 我這邊簡單講一些些 技能的使用 跟它的意思好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Mining Speed 它就是增加挖掘的速度 就是我們的挖礦速度 好 然後第二個這個是我們的挖礦財富 就是 我們俗稱的幸運啦 就是有時候會掉比較多的這個 礦物下來 然後第三個這個 這個是 增加你挖到太礦的機率 右邊這個是 讓你減少你的鍛造時間 阿 這個的話其實我是覺得 可以不用 一直去升級啦 前面 沒有在玩鍛造的話 我個人是沒什麼在玩鍛造 所以我們會去升級它 然後中間這一顆 這個是你每次 當天挖的第一個方塊 它會給你額外的這個命運粉 然後它升級到一百等很便宜 所以 我就先把它升級到滿等了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是高級礦工 它就是有機率讓你一次挖到多個方塊 就是 就是你有一次可能 像這樣子一次挖一坨 左邊這個是增加你的Mining經驗 就是 每次挖礦得到的那個Mining的經驗值會多一點 對於礦意還沒有60等的人 跟想要訓練寵物的玩家們 來說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 我個人也是有在練寵物 所以我會去點它 然後左邊這個是 它會給你永久的 50的速度 跟50的挖掘 採礦財富 就是幸運 所以這個也可以點一下 然後左邊這顆鑽石是 這個 這個每天 它會隨機給你一個增益效果 好 那我在旁邊 附個翻譯 然後像我現在最底下這邊 就是它寫說 你今天得到的 增益效果就是 減少你稿子的 技能冷卻減少20% 至於右邊這個 這個好像是拿到經驗球 對就是拿經驗球 這個是沒什麼用的 然後這個是好像當天 就是Minecraft的一天 就是20分鐘內 你挖了前面1000顆 這個礦物 它會有100的挖掘加速 跟挖掘財富 所以這個其實也不錯 頂端這個 這個是你踢股之後 它會免費幫你解鎖第一階段 然後升到滿等的話 就是5等 它會都給你一個技能點數 所以這個我覺得 你踢股的話 可以先點到滿等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稿子的技能方面 技能分別有兩種 一個是這個 Mining Speed 跟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去Google翻譯 這個念起來跟鬼一樣 我真的是不會念 哈哈 那沒關係 我還是帶大家 來示範一下它的技能 左右兩邊都是技能 但是它不能一起使用 但是它不會衝 這個 它的時間冷卻不會衝突到 只是你要一直切換 然後 那我先切換這個 Mining Speed Mining Speed就是 就是挖掘速度嘛 你的告知 會賦予這個技能 然後它說你按下右鍵 的時候 它會有 加300%的挖掘速度 然後維持20秒 它原本是15秒 好像是因為T5 T5的時候它會變成20秒 所以這個很好用 就變成你挖礦的速度會非常快 就一下子就挖掉 好 我們來用看看右邊這個技能吧 就點它一下 它就會選取它這個 目前的技能 這個技能就是把 稿子丟出去 然後會炸出一個 小範圍的這個區塊 對 就這樣子 你們可能看這樣子 覺得很多 但是其實 這個我覺得很不好 因為 其實你Mining Speed 就是另外一個技能 它其實在20秒內 跟15秒內 其實就可以挖得比 這個更多 而且你可能 有時候稿子一丟偏 或是丟歪了 它就直接沒了 或是 它就少少的 所以我 右邊這邊這個技能 我是覺得 要點的話 等到你這個野蠻等之後 有多點數再點過來 左右兩邊這個技能 要T3才點得到齁 那對 我剛剛說右邊不要點它就是 你當你T3的時候 就往左邊點到這個 然後記得要點它一下 不然你沒辦法使用它的技能 它有亮起來才是 你有正在選取它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 這個 右下角你們會發現到 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重置技能 對 如果你可能不滿意 你現在的技能配對 配置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按右邊這個 然後它會進去 會叫你等5秒 5秒之後 你就點左邊這個 然後會花費你的 10萬 的這個 這個錢幣 錢包 那對 很便宜阿 所以要重置的話 就自己點進來 直接退掉 然後放行它 這個退掉的是 這個完整金額 不會 不會欠 不會欠缺 所以可以 對 就是 如果你點錯了 你就自己重置吧 好 我們要來最後的介紹了 最後的介紹就是這個 這個 Forge 對 好 這個Forge呢 就是鍛造嘛 那 一開始你們 解鎖到T2 會有四個這個 這個 這個欄位 到你T5 就是三星這邊 也到這個 好像三等吧 三等級 就會解鎖最後一個欄位了 所以 總共有五個 好 那 這個其實我 不想講解太多 那我就隨便帶過 我們來簡單講解一下 這個 介面 只要看到這一整排 都是紅色的 比如說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 這個欄位沒有在運作 或是它還沒有開放 那我們就直接點 最上面這個熔爐 點進來會有兩個選項 這兩邊都是製作 只是它一邊是製作 素材 一邊是製作物品 左邊這個素材的話 就是 像這些 一般的小物品 那你不知道它的材料有什麼 那你就是自己點進來 點它一下 它會顯示它的 這個合成的材料 好 假如說我現在要做一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都叫它鍛造秘影 對 精煉的秘影 那我現在有材料 那我就是 點它一下這個 綠色羊毛 它就是開始在製作 當然這個製作也是要時間的齁 所以 就是等到它上面那個時間結束後 再自己過來回來 這個領取 至於右邊 這個熔爐 它能製作出一些小物品 像是護身符啊 然後這個烽火台 這個烽火台是放到島嶼上的 這個我還沒有開始製作 所以 其實它的效果 我其實也不清楚 那我就 不多講解 然後這個海靈石 這個是 我們稱它叫鑽頭 就是 更好的稿子 然後它還有一些小物品 像是這種 就是增加這個 鑽頭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挖掘速度 然後這個是增加鑽頭的這個 燃料槽 能開放到25000 因為它一開始都只有3000 好 我把這個介面大小 調的小一點 因為 我發現到我的鑽頭 它 資料太長了 你 要用成這樣它才看得到 當你有鑽頭的話 你可以打開這個NPC 啊 好像 什麼設備 什麼就是你要把 鑽頭的設備 放上去 好像都是要找它 或者是你的這個 鑽頭的能量已經沒了 那你就是要跟它 補充 就是要找剛剛這位NPC 那我們就是 把它放上去 然後再找個這個 燃料補充器 也放上去 然後按一下 它就把你的燃料給補滿了 至於把設備上上去的話 也是找了它 對 那 我想放這個 每20秒會加一點這個燃料的 這個設備上去 那我就是 一樣點上去 然後按一下中間這個 LOAD 它就幫我合成了 好 至於這個鑽頭的部分呢 就請這個觀眾自己 私下再去研究囉 因為我自己真的也沒有去研究過它 好 感謝大家這樣子 一路聽我這樣子解釋過來 呃 其實 這個影片我也整理很久 前置作業的話 因為 要收集的這個資料量其實 真的是太多 然後 然後 我沒想到我會 這部影片會做這麼久 我自己也覺得很久 因為我是 一小段錄完 一小段醬後 之一小段錄完 一小段後 這樣子 不斷的 輪回 阿目前已經 這個 我現在已經累積到20分鐘了 我這邊顯示的話 哈哈 好啦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 我已經 很久沒有這麼認真的剪一部影片了齁 那 如果能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哈哈 我好久沒有這樣要求 好啦 那 謝謝收看喔 那 對 下一集再見 掰掰 那個 那個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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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员